三政的方便它不是真實 一開始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三政成就身為元爵菩薩的各自的國位 一佛政是時期佛果 一開始是不一樣的 但是慢慢的會走在一起 一開始不一樣 但是我這個門慢慢慢慢的會通達到真實 這個也不是法華經的意思 就是剛開始不同最後會通也不是這個意思 法華經的意思是一開始就相同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它的這個方便的意思是 偶爾大師說是第三種 方是一個秘密意 變得是有微妙的真理 什麼意思呢? 以喜以臣密,經開成妙 這句話解釋一下 過去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現在打開以後變成妙法 就是說佛陀叫你好好的布施持戒 這是一個法門 布施是個法門 持戒也是一個法門 那對我們認知來說 佛陀就講 就是要我們布施嗎? 不就是一種行為的規範嗎? 就是要我們去做持戒的行為 但是你錯了 你錯了 佛陀的意思是 當我們布施持戒的時候 我們心態會改變 這才是佛陀真實的意思 我們會從一種顛倒妄想 逗過布施的造作 布施的持戒的造作 會慢慢地從顛倒妄想 慢慢慢慢地 回歸到影念心形 但是佛陀沒有說 所以 以前對我們來說是方便門 那其實佛陀說 日用而不知 其實你過去修方便門就是真實 只是你不知道 就好像說 佛陀放光限略 諸位你別忘了 每一個法界後面都有同一道光明 佛陀雖然沒講 但是每一個修行 都是在開顯自信的功德 這個才是本經的意思 就是說佛陀本來是設一個方便 假設這個方便是一個房子 在這裡面有一個門是關起來的 這個門關起來是怎麼回事 大家也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來到這個房子裡面受用 其實那個關起來門打開是通往佛道的 但是在我們一般的認識說 誒 布施慈接不就是人天果報嗎 其實不對 它是讓我們欺盡佛道 它是讓我們開顯心性的 所以 以洗沉密 經開沉妙 就是佛陀過去沒有說 但是這個方便已經有真實的功能 所以佛陀現在把話講白了以後 那就是妙法 只要你能夠明白 所有的法門都是在開顯自信的功德 那你知道這個就是妙法 所以妙達一方 所以妙法能夠匯同方便 那麼方便就是真實 即是真命 這個才是真實的方便 也就是說呢 一個生死房夫很窮 他只要把衣服裡面的那個無價珍寶拿出來 就跟轉輪聖王頭頂的珠寶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也就是說 佛陀過去開出了三聖法門 雖然沒有講心性 但是諸位 大家都沒有走錯路 大家表面上 叫做依法修學各得其所 你修你的 他修他的 生物能拯救涅槃 菩薩拯救功德 表面上是這樣 其實從佛陀的眼光 每一個人都是去向光明 每一個人都是成佛之道 只是佛陀安利的不同的過程 如此而已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方便 你要不知道 那就就是方便 你知道以後它就是真實 就是當你把光明放進去 所有都是真實 你把光明拿掉 那就是方便 就是這個概念